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画蛇天足 楚国有一家人寄过了祖宗赏给仆人们一壶酒 仆人们见酒太少都说 要是每人尝一小口那才没意思呢 还不如让一个人喝个痛快 可是到底给谁喝呢 有人提议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 谁画得快画得像就把这壶酒给他 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就在地上画起蛇来 有个人画得很快 一转眼就把蛇画好了 那壶酒就得归他了 他抬头一看 别人都没有画好 就想 我给蛇添上四只脚吧 他左手拿起酒壶 右手拿着树枝 给蛇画起脚来 这时候 另一个人也把蛇画好了 那人夺过他手里的酒壶 说 蛇是没有脚的 你干嘛要画上脚呢 第一个画好蛇的是我 不是你了 说吧就仰起头 咕咚咕咚喝起酒来 继续 谢谢úsic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